公司美女实习生为了签下合同 不惜亲自示装让客户体验他们的产品 完美的身材曲线展示 让身旁的老同事们也忍不住惊态 就连客户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 直接动手捏了起来 然而当客户转过头时 却是一个米国女老板 当老板询问音音能不能看在产品时 音音转过身聊起裙边 直接从臀部把臀垫取了出来 还说这是她为了测试效果用过几天的 一旁的臀室直接被音音的行为吓出软汗 怎么可以把用过的让客户拿着看 然而客户看着用了几天的臀垫却没有变形 她感觉很满意 随后客户又要看胸垫 而音音也很自然地从胸口把垫子拿了出来 拿出来后音音的两个胸器之间有明显的变化 客户说如果在专业模特上试穿 肯定看不到这样的效果 她对音音今天的表现很难免 因此音音进公司不到十天时间就成功地签下了18亿的订单 科长也对音音的表现连连夸赞 音音除了有着出众的外表 她的实力也是相当强悍 精通八国语言的她经常得到其他科长的青睐 就连关系户克莱那组死板的科长也对音音服侍单单 她悄悄来到音音面前 让音音通过考核转正后一定要选择来自己阵子 而克莱和音音在公司有着相反的待遇 克莱走到哪里都遭受同事们的嫌弃 音音则成为了实习生中的亮点 她只是拿个泡沫软垫都有实习生来巴结她想要帮她忙 但是却被音音一个眼神扼杀在摇篮了 然而音音对待克莱却与正不同 这天克莱加班刚洗完澡就遇到了音音 他们一起坐电梯时音音看到克莱没有系领带 询问下来得知克莱竟然连领带都不会打 于是音音就拿过克莱的领带套在自己脖子上给她做模板 这样系好后下次她也可以继续使用 然而当克莱回到工位时 科长说她加班加点做的文件夹只证明了她确实努力 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 原来克莱把科长优盘里的文件 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了排序和分类 改变了分类和位置 就意味着熟悉文件的老人 在下次找某一个文件时将消耗大量的时间 所以克莱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做了一件荒唐的事情 而科长在去参加会议时 又在电梯里听到二组科长说克莱是金市长安排进来的人 而金市长和克莱科长的关系很不好 二组的科长嘲笑着问克莱的科长 克莱是不是金市长安排进来监视他的 所以在科长回来后 他对克莱的态度瞬间180度大幅 老同事给克莱安排工作 科长立刻阻止并大骂了老同事一对 还故意当着老同事的面说 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给白痴练习 听到科长这样说自己 克莱无助地离开了办公区 在坐电梯下楼时 克莱又和科长站在了一起 当电梯关门后 克莱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怒火在电梯里回怼着科长 说科长因为自己学历低 就什么机会都不给自己 什么都不教自己 他这几天受到的委屈全部爆发了出来 当科长离开电梯后 克莱觉得自己是疯了才会说那些话 然而克莱的这番话 却让科长对他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他在克莱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丝血性和不甘 2个月